这种题目把孩子们都要晕了 冬奥会的四人滑雪比赛 第一A比B年轻 第二呢C比其中两个对手的年龄都大 第三A比D年龄大 第四就是B比C年龄大 请问谁的年龄最大 谁的年龄最小呢 解决这样的问题有很多种方法 在这老师教大家一个又对又快的方法 那就是竖轴法 来咱们先画一条竖轴 那么越往右边呢代表年龄越大 越往左边呢年龄越小 好咱们先看第一个A比B年轻 那说明呢这个A是在左边 这个B呢是在右边 好再看C比其中两个对手年龄都大 这两个对手是谁 咱们不知道先把它放着吧 第三就是A比D要年龄大 说明了D在哪呀 A B在A的左边 好再看第四个B比C年龄大 那说明了C是要在B的左边 那左边到底哪个位置呢 是这里 这里还是这里呢 咱们就要看回第二个条件了 他说呀C是比其中两个对手年龄大 你想了C既要比这个B要小 又要比其中两个对手年龄大 那么这两个对手是谁呀 不就是A跟D吗 所以呢C就夹在这里了 好嘞 那你看别说谁年龄大 谁年龄小 是不是都一目了扬了 那你看谁年龄最大呀 B年龄最大 谁年龄最小呢 都年龄最小 好你学会了吗